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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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想看回人行星期二透过逆回购数额有2,900亿元人民币 缓解市场资金紧缺的情况下 但内地A股上证中指竟然可以一度跌穿了2,000点的水平 想问一下其实内地股市跌也会拖累港股 你觉得内地股市何时才能回稳 而港股的走势又是怎样看的呢 我相信去到十八大或者之后的时间 内地方面的股市才有机会转好 最近亦是回购方面的金额涉及比较大一点 市场看到短期之内也减息 甚至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机会相对比较小一点 相信去到十八大或者之后的时间 你说真的有一些大型的政策出台 或者是会否到期时才减息或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我相信到期时才会出现 所以看到上证众子也下市大概2,000点以下的水平 市场都担心 或者接近港股方面的走势究竟是怎样看的 相当之担心 虽然最后上证众子都守得住这个2,000点关头 看回今天港股表现 全日都跌了170点 收报20527点 成交是408亿的 不如说一下各地的股份吧 好像说一下C字那样 因为它有一个CEO的人事变迁 另外它也公布了自治6月底子的全年业绩 赚了8亿多 比去年即是上年同期是增加了10倍 上年只有7,900万 但仍然是差过市场预期 为什麽呢 为什麽叫做差过市场预期呢 第一就是正正你所提及 管理层变动的时间 其实变动了已经一段短时间 但见到就是相关企业新班子 见不到一些新的措施出来 市场担心就是说 究竟新班子上位的时间 究竟是否可以利好未来方面的业绩 甚至是营运方面的状况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们见到就是 相关业绩公布了出来 虽然就是说全年赚大概是8.73亿左右 但是见到就是相关在里面的数字 其实里面有大概是6.96亿 是因为就是关闭店铺所得回来的 就是回撥资金 不是北美那方面 是的 那我们见到就是关闭店铺 所得回来的一笔钱 也都就是计入了去纯利里面 那才可以导致了就是说 就是相关那个纯利突然急升了 就是十倍 就是这麽夸张 而不是代表它那个零售销售是好 是的 而不是代表那个零售销售数字好了呢 那我相信就是这些这样的因素配合了底下呢 导致了就是说就是投资者呢 都担心就是说究竟 就是就是明年的时间 就是或者就是明年的上半年 那相关那个业绩 还会不会就是看得那么好呢 因为见到就是就是就是 今年的基数突然间拉高了 那去到下一年的时间 可能又没有一些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就是大幅的那个那个 那个回复金额的时间 导致那个就是那个就是 就是纯利急升的话呢 那可能也都就是导致了就是就是 就是就是明年那方面的那个业绩 可能会看得比较淡一些 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就是 就是私自虽然关闭了他那个 那个北美的那个业务 就是说完成了那个计划 但是他就说要大力拓展中国的版图 就是说呢 就是那些数字出了来的 就是会大规模就翻新店铺 另外也都会由现在就是191个城市 拓展到他400个城市都有去分店 销售点也都会去到1900个销售点 那对于他真的去复大他自己 就是他那个中国版图 对于他的那个营运销售或者收益 是不是有好处呢 其实投资者要留意多一样东西 就是说就是贸贸延走进去 就是内地方面的那个市场 究竟认售性是有多大呢 因为我们见到就是说就是一些同行 好像IT那样 较早前就是早几年已经就是 就是尝试进入内地那方面那个市场 但是进入了就是内地那方面那个市场的时间 其实是叫做就是失败了的 那反而就是说就是IT在台湾那方面业务 就叫做就是做得比内地就是更为优胜 那你说就是就是 就是私自突然间就是去考虑 就是进入内地那方面那个市场的时间 其实他是没有看到就是说就是一些行家 就是说就是这个谷奖 就是说就是这个股价是下跌了下去的 嗯 是的 都不看好它 所以今天施折都在跌7% 現在是12.34元 所以現在就不要沾手著施折 是的 我都會建議 投資者如果沒有貨在手裡 或者好不好罵底 我自己就不是那麼建議